关筒洗衣机门怎么打开 关筒洗衣机的操作一般都很简单方便 不过有时候也会存在打不开门的情况 怎么解决呢?一起来看一下 关筒洗衣机由于本身的工作原理 门上一般都会带有安全锁的功能 在通电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是打不开洗衣机盖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关闭总电源 稍后再尝试即可打开 如果在洗衣服的途中需要添加衣服 并且不想关闭电源 这时候只需要按住启动暂停按键三秒 然后滚筒洗衣机的门就能打开了 衣服洗完后在两三分钟内 洗衣机还是属于保护器 门锁是不会打开的 这时候一般不要着急去将门打开 过了保护时段再去开门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滚筒洗衣机打不开门的处理方法 你get到了吗